大家好 3月30日星期六 復活节假期过了两天 还有两天 这个假期大家过得如何? 过得开心吗? 过得愉快吗? 我觉得人生有件事很重要 就是要懂得去尋开心 为自己去尋开心 无论环境是好也好 是不好也好 都要学会这件事 才可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 独落落不如种落落 如果能够为自己尋开心之余 也可以为身边的人尋开心 更加好 道行更加高 大家一起照着目标努力 不过也需要说 这个尋开心 我觉得是人生永恒的功课 不是说今天尋到的开心 代表明天从此幸福快乐 快快乐乐地继续生活 而是每一天又有新的挑战 所以这个也是永恒的 是不断地进行式 我所谓的 大家好好努力 当然我知道有些商家 有些香港的商户 这个假期当然不开心 那么多人就离开了香港 去外面消费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 都说了 好境也好 困难也好 都要自己用方法去 令到自己可以生活得开心 那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岗位努力 好 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垃圾征费的问题 垃圾征费 后日4月1日 就会做那个先行先试计划 政府找了14个试点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謝展环 今天就上了电台 就这个后日的先行先试 接受访问 讲一下计划的重点 大挪大鼓 我之前都在这个YouTube平台 跟大家分享过 政府针对这个垃圾征费计划 明显是改了口风 这个计划原本是4月1日实施的 但是政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突然宣布 就说4月1日不实施了 退后到8月1日才实施垃圾征费计划 同一时间在4月1日做一个先行先试的试点 但是过去前两个礼拜开始 政府的口风明显转了 令到大家觉得8月1日 这个垃圾征费计划 都大有机会推倒不做 所以整个计划都冻过水了 这件事我在YouTube平台也跟大家说过 今天局长上电台的时候 某程度也是重复政府这个口径 你也是看到他放软口风 为8月不做这个垃圾征费计划 好像已经砌好台 但是虽然是这样 理论上局长今天的说法 就不算有新意了 但是 但是 即使是这样 但是局长可能就 太出力了 针对这个去设定下台阶 这件事 说得太出力了 于是说了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具体情况 咦 我听完他这样说 我竟然也有反应 明明知道政府已经放软了口风 但是我听完局长今天的说法 我也很有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得这么具体 这么仔细的时候 难免又衍生了一些新的疑问 我真的觉得 不是马局长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 所以今晚就要和大家说说 首先要说一下局长在电台说了什么 因为正如都知道 社会上都收到政府放软口风的讯息 所以在电台上 局长都被问到 现在究竟会不会真的 如期在8月1日实施这个垃圾征费计划 或者会再次推迟 甚至各自计划 这位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謝展环说 会在5、6月再检视试行情况 然后向立法会交代 即是没有回答 即是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局长具体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要如何部署政府的态度 真是开放的 我不是在耍官腔 而是我们认为真的要务实去看 因为我听到很多声音 也有很多问题 需要看看如何处理 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我说过 可能是大家做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困难 或者觉得容易 接受程度又如何 甚至营商环境 我认为有很多东西 我们有具体的数据资料的时候 我们就再去看看如何做 我相信对政府来说 这是更负责任的做法 这就是局长謝展环说的 当然 一如之前 我说政府的放风 特首李家超出来说 同样你也看到 他现在转了口风 不是说4月1日 事源就会拿一个经验 如何做好8月1日 而是4月1日做完再看看 8月1日做不做 甚至计划做不做 这是明显的转变 但是 在这个前提之下 局长这番说话 都是有很多细节的时候 如果你细心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政府不是这样 这样做事 他有什么问题 首先他说 我听到很多声音 也有很多问题 需要让一下如何处理 这个 我觉得政府做事的方法 是令人难以接受 你什么 现在在4月1日 还有两天就来到了 就是进行一个先行先事计划 你现在先说 有很多声音 有很多问题 我要看看如何处理 你搞错了 局长 其实 那些声音 那些问题 很早的时候已经提出了 理论上 4月1日先行先事 就是政府去 有个处理方法 准备去落实 但是究竟这个处理方法 是不是 在落实的时候 可以 没有虾轮 不会倒写楼械 其实大家是要看一个 真的 所谓的试验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说到 好像现在是一片空白 你现在应该 已经有个处理方案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从政府的做事方法 我觉得这个局长搞错了 然后他说 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是什么 原则上的问题 是吧 然后他又说 看看做的时候是困难 还是容易接受程度的问题 甚至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就是 我真的觉得 我没有听错 这条法例 这条 垃圾经费的法例 两年多前就通过了 其实这些所谓 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原则问题 包括接受程度的问题 包括营商环境的问题 理论上 在法例通过之前 这些就是争议 但是法例通过 政府已经想通 做了各决定 然后才通过法例 但是你现在 真的走路打到退 而且是退得很前 无端端现在我们想回 那个原则问题 就是 究竟做到做不到 做困难到几届 这些 麻烦大家看看 旧报纸 旧展报 这些讨论了N年 去到两年多前 法例通过 全部已经有一个定案 你现在全部都推倒了 那会不会夸张了一点 所以虽然你要 整定下台 现在8月1日 可能要再退 但是 也不是根据的说法 好像忘记了 过去这几年 发生了什么事 推回盘股初开 所以我觉得 听完局长这么说 难免真的很有反应 真的难免摇头 但是还没说完 局长跟着还有些说法 大家听完 现在14个试点 包括了酒楼 3号大厦 商场 院舍 还有一个政府办公室 一个这么大把 局长就说 希望尽量模拟真实的情况 所以不会上门派指定袋 而是要住户主动登记领取 局长的说法是这样的 他说 事行和真实操作 必定有所不同 不过正如你所说 你就主持 正如你主持所说 我不需要付费的情况之下 我只是去拿个袋 参与率 是否会达到百分百呢 我相信也不会 那会是多少呢 如果这样也只有五成参与 你就可以估算要收费的时候 一定少过这个比例 衍生的问题会怎样呢 这里可以做到一些 有根据的评估和推算 这段是这样的 这段也很有问题 不过我等下来说下一段 才一起去说 接着就提到 因为传媒问到 在正式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 三毛大厦的公家地方 会不会成为市民 为求折省金钱 非法棄置垃圾的 没染鸡笼呢 局长认同会有这种情况 局长怎么说 局长就这样说 他说政府时不时都会 为一些三毛大厦 现在都有做的 做一些清理工作 那些清理工作 当然不会再特别 说要叫政府部门去付钱 不是政府有这样的支援 人们就会乖 人们即使有支援 为了折省金钱 都可能会不乖 会坏的 这些问题是会出现的 可能会出现的 不是说可能 一定会出现 这些就讲到 计划实施的时候的问题 我觉得听完之后 我认为局长的说法 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 我觉得非常不要 他似乎是设置了一个陷阱 去给市民踩 局长提到 他不会上门派指定袋 而是要住户主动登记领取 而他又觉得这样一定 一定会少些人去主动登记 一定不会有八分八的参与率 然后他就说如果参与率 现在免费给你 不过要你登记 你的参与率都低的时候 如果叫你将来付费更低 所以到时 可能政府就是用这个来说 参与率这么低的时候 最后随时又退期又不做 但整件事就是撤了一个陷阱 明明你这个先行先市计划 按道理 你是为八月一日去征费做预备 所以你应该要上门派给市民 让市民去做在落实的时候 因为你的先行先试 不是试市民想不想做 而是当时试 他真的要垃圾收费的时候 他怎样可以做到 怎样不会倒捨楼械 但是你现在完全不同 就是你设定了一个陷阱 就说我不派给你 你自己来登记 到时如果一旦你自己政府不做 就捉了市民 就说他们的参与率低 你想想我免费的 不过要他们来登记 参与率都这么少 我不知道五成是否现在政府 已经内部有这样的看法 有这样的画了这样的线 但是整件事 我觉得有些本末倒置 如果4月1日的试验计划 按道理是应该令市民 可以让他们充分去参与这个计划 然后你才试到真正落实的问题 那你现在已经毫无诚意 因为你一开始已经打定书数 觉得参与率就不高 到时可能就用这个参与率 这里也说如果免费派 如果免费 但是要他来登记 他都这样的时候 要收费就很有问题 参与率更低 你已经好像打定书数 这件事绝对不是一个政府 去推行一个 政府已经 本来是确认了计划的应有态度 按道理 政府尤其是 现在还有两天 就去做个试验计划 政府现在在这里 根本局长 今天要接受访问 应该是给一个讯息 就是 怎样可以去做到百分百参与 怎样可以令到市民 很明白整件事 是为社会好 或者 环保各样 而政府又给了所有方便 令到大家 去配套做好这个计划 按道理 在一个四月一日 还有两天就实行这个先行先试的计划 政府应该是出一个这样的讯息 就是说 我们要 如何 号召全港 各类 大家去做好这个试验计划 令到它 为8月1日 那个真正落实 做好所有准备 做好所有配套 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你看到就是 就是那个 山巫大厦那里 成为那个 武燕鸡笼 局长怎么说呢 就是 我们预计了 一定会出现 我真的想回 其实 早前 这个新一届政府成立的时候 其实之前 也做过一个很大的动作 就是说要在清理 街道 就是一些阻街的情况 一些商店 放多了东西在门口 你都要即时 就怎么样 就是 吃人出去执法 就是一定要去清理 其实 这里呢 当时都很风声学雷 很多商户出来都会觉得 哇 这样 就是很影响他们生意 各样的 但是 我记得 当时应该是政务司 副司长卓永兴去做的一个项目 就是他主打的 事实上 现在垃圾征费 都是说成立了一个小组 内部小组 由政务司副司长去负责的 但是当时 说回左街那里 你会不会看到 副司长出来有这个态度呢 就是 市民的 会不会出来说 我们要看看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有市民觉得容易 困难 有没有原则上的反对 会不会影响营商环境 有没有这样呢 是不会的 就是当政府 博取了一个政策 当时法例通过了 他当时也不是一个法例问题 他出来的时候说什么呢 他就觉得一定要做 因为他认为对社会好 对环境好 所以政府才会做一个这样的判断 要做这件事 是不是 这个就是 已经当一个政策 明明政府已经在内部 拨出了 也公告了天下 如果以垃圾征费的计划 在政府一天没退退的时候 其实一天 这个也是一个 已经公布了要落实的计划 甚至还有日子 但是你这个局长 为什么可以这样出来 还说 都预认了他们 有这个问题 预认了这个问题 喂 这些 什么态度 这些不就是 比试民看 都只是放弃做 整件事很放弃 这种态度 和放弃做 是没有分别 事实上就是放弃做 后期是 那个试验计划 后日 就已经落实了 你竟然不是出来 全力去叫大家 去做好这个计划 而是 真的很放弃 预认了这个问题 预认了那个问题 喂 有没有离谱一点 局长你收紧三十几万的 月薪 月薪 你是不是应该交回 三十几万月薪的课息 给市民呢 这个是很合理的要求 对吗 这些都不知道 但可惜 消委会又不处理 商品说明条例 一定都不会去处理这些情况 那 那 这个问题呢 难免市民这种态度 唉 你说 怎样不灵头 没错 垃圾征肺这个计划 我之前已经说过的情况 按道理 这个防环保好的计划 但是如果政府那个执行力 那些官员的执行力 是不行的 那些配套未做好的 那一旦去落实呢 就只会是 就是 倒悬螺蟹 兵方马链 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确实是不做 好过做的 这种事情 是我的基本态度 但是 但是 即使是这样 因为不想有灾难性的后果 看到你的官员的办事能力 那个执行能力 那个配套情况 那所以呢 市民呢 是 希望不做这个计划 那这种事情 最后出来 如果政府真的不做 市民呢 是会 就是认同的 但是 不代表 市民呢 是可以容许那些官员 去 去 去做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个 这个 题目里面 即使政府日后 真的去 无限期各自 甚至 就是所谓 其实是推倒不做 这个垃圾征费计划 其实 政府呢 都需要向市民有个交代 政府里面 一定要有人承担 因为 为什么这个计划做不到呢 不要衰市民 其实是你们呢 在过去 就是法例通过了两年多 没有做好的配套 你的官员的执行力出了问题 不要衰市民 所以我觉得呢 政府 麻烦 你真的想起了 如果你现在已经想到下台阶 麻烦你想起了 政府一定要有人承担 整件事 其实 也应该向市民有一个很好的 内部先有一个很好的检讨 然后向市民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究竟呢 那个执行到 哪些官员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才是负责任 那 那 但是看完呢 就是 今天呢 阿借展环的说法 阿局长的说法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政府呢 那个倾向已经很清楚 之前我在YouTube平台说过 最先 整件事就是 首先 传媒放风 明报那里有个政治专栏 就出了说政府呢 真的有这种的取态 根本就是 八月呢 是随时都会不做的 这个计划 也都说 立法会很多的政党 都 都 给政府这个意见 希望 八月呢 都不要做 而也都说到 李家超 就 都很 很关注 整件事 推行 那个政治的影响 这个最初就是报纸放风 跟着特首 开行会之前 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我也都说 他语气 他的口风明显已经转了 以前做过试验计划之后 看看如何在八月一日做好垃圾征费计划 改为做了试验计划之后 看看究竟是否还去做垃圾征费计划 和什么时候做这个计划 英口风明显不同 今天呢 謝展环局长 就再进一步 讲得更加细致更加具体 所以 你看到政府的倾向 其实已经很清楚 既然是这样 即我的疑问就是 为什么不老老实实 和市民讲清楚 既然你现在已经有某一程度的倾向 其实你真的看到 跟以前不同了 为什么你不清清楚 和市民交代 老老实实地做个老实人 有多少说多少 就说清楚你现在的考虑 你现在的忧虑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想退 为什么你想推倒不来 其实你全部都是有原因 那就是和市民讲 那你何必去努民伤财 做一台电影 然后好像就说 已经设定了剧本 到时我们不免费 我们现在要他们来登记 拿袋 到时他登记率不好的时候 我就说市民参与度不高的时候 到时就退了 就不做了 就好像把他骂了市民 其实真是何苦 整件事 努民伤财 去做戏 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现在已经 这么清楚 有那种的倾向 你就应该有多少说多少 告诉市民 你现在怎么想 你现在为什么这么想 不要浪费时间去演戏 我觉得现在香港 大家都清楚 这么多问题 尤其是经济 你有时间 与其去演戏 不如将演戏的时间 去想剧本的时间 去搞好其他民生问题 其他经济问题 而你在这个问题上 你现在已经有某个倾向 你就和市民讲清楚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精力 你们那份工资 都是市民 立税的 你浪费时间去做 这些市民 都是一个损失 所以 何必呢 这就是我看了今天 借展环局长上电台的说法 最大的一个移民 何必呢 如果现在已经 这么清楚的倾向 这么清楚政府已经有了那个倾向 和之前的不同 就做老实人 和市民坦坦白白 尽快交代 不需要再演戏了 何必演戏呢 何必那么浪费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浪费钱呢 这个是我很深刻的感受 那你看到局长出来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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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市民看在眼泪 你说觉得政府有公信力 真是 很负责任 真是 从何说起呢 那麻烦你处理了这些 让市民感觉到 做得很适合的官员先 那好吧 那今晚和大家在这里的交流 分享 谈到这里 拜拜